大家好,我是Suzi 我是Suzi 今天我们带大家去故事城堡 故事城堡里有许多好听的故事 而且还有好多好玩的玩具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Suzi 好,今天我给你们读个三字经 人之初 信本善 信相敬 其相远 古不教 信乃迁 教之道 跪以专 西梦 西梦 则林处 子不学 断机柱 斗天山 有意桑 教无子 明俱阳 养不教 肚之过 教不言 吃之肚 子不学 之所以 又不学 老何为 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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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着 不成器 人不寻 不知意 雷人子 当上时 因吃有 洗礼 好,咱们看一下 咱们看一下 是什么意思啊 人出生了是善良的 但是呢 就会非常善良 如果要是长大了 性格就会非常远了 如果要是,如果要是不好好教育的话 那就,那小朋友就会不好叫之道 跪以专 就需要,就需要好好的教导孩子 然后让孩子专心学习怎么办呢 如果想把孩子 如果要是孩子想成为一个 想成为一个好人 那就得怎么办呢 就得专心的学习 不能半途而废 西孟母 则临处 子不学 断机柱 西孟母呢 她妈妈呢 她就学习啊 她就不好好学习 她妈妈呀 就把丝绸捡了 然后告诉她 这是不能准备的 这样的 会半途而废 你看 你看把梅苏兰丝绸捡了 你看这个丝绸不就废了吗 然后她就专心致此学习 最后成为一个有名的个人 欲不着不成器人不学 什么意思呢 欲不着不成器人呀 如果要是不学 就不是东西 然后啊 老师如果要是老师不好好教育小孩子的话 那是老师的错 如果妈妈不好好教育小孩子的话 那是妈妈的错 如果小孩子自己不好好学习的话 那是小孩子的错 就应该专注 专注力 但是呢 如果你要是不学习 小时候不学习 大了就不是东西 但是老了 但是老了 那就会是什么 是什么呢 就 还干什么呢 好了 现在我们视频读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好了 小朋友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大家要是有好听的故事 或者是好玩的玩具 记得写信给Suzi和Lucy哦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分享给每一个小朋友的 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击下方的频道 Suzi和Lucy在这里等你们 再见啦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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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转发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